朋友们,你们敢相信吗?这就是日本人在武汉开的商场真实现状 我现在在他的一家超市里面 购物车装满了,购物车装满了 今天是日本核污水排海的第14天 在武汉的商场里面,日本人开的超市里面居然出现了这样的景象 前些天还好好的,没想到突然变这样子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对本期视频感兴趣的朋友,先点个赞,点个关注 您的支持就是我更新最大动力 看一看,我感觉在这里完全走不动道 里面有好多日本的商品,当然也有很多我们本来国产的商品 原来我发现今天是会员日 我的天哪,不得了了,不得了了,看看 上面的柜台,20多个货架 这个超市好大呀 这就是非常有名的永望超市啊,看一看里面购物的人群 感觉就像不要钱一样的,都是特价 一块一块,哇的天哪,这个购物车都装不下 恨不得搞两车过来装 这日本河污水啊,排海之后 真的,我从来没有这么讨厌一个国家 这个海鲜真的受影响非常大,在这边没有什么顾客挑选了 大家都只是看一看,并不会拿起来 我们再远距离看一看 这边都是一些鱼类,海产品,小黄鱼啊 然后虾子啊,没人购买了已经 这边的鱼呢也是一样的 人们的消费观念真的变了呀 海鲜真的是不敢吃了 我感觉啊,这个海鲜不吃啊 对于那些餐饮店的老板确实有影响 专门做海产品批发的海鲜市场的 那些人呢,也会有影响 这个小日子排放河污水啊 对全人类的影响真的不是一点点的 影响着各行各业啊 看看这边的人,购物的人络绎不绝啊 这日本排放河污水啊 也是不顾全人类全球的反对 只有一个人支持他 就是他爹,老美 这儿子啊 就是在得到老爸的支持啊 才敢这么事无忌惮 不顾世界各国的反对 就应该抵制他们 就是海关总署不是已经 全面禁止了进口日本的海鲜 跟大家说一个事实 在他们当地 他们自己都不吃当地的海鲜 还想让我们来吃 真的是天大的玩笑 大家看一看这个商场里面 超市里面好多工作人员了 我完全不敢想象真的是怎么会有这么多人 给大家说一下吧 里面的工作人员都是我们自己的 嗯 那个 同胞啊 然后 很多商品啊 也是我们自己国产的 只是风格很像浴室的风格 知道吧 所以这没有什么 不能接受的 大家过来购物消费啊 你如果不过来购物消费 这些人都要下岗 对不对 少了多少工作岗位的机会 其实 这个文化入侵还是挺严重的 说实话 因为它里面的经营模式 也算一种文化入侵吧 都像不要钱一样的 疯狂购买 到处都在排队 难以想象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